反核的行動有很多種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今天是選擇騎腳踏車來反核 蘇貞昌是帶領黨公指 到核四所在的新北市共僚 騎著有反核標語的腳踏車 要求馬總統立刻表態和國人說清楚 反核無懸 非和家人 非和家人 特別來到核四場所在地的新北市共僚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率領上百位黨公 騎腳踏車走春 大動作宣示 反核決心 就算下著大雨 還是不減民進黨反核態度 非和的標語綁在腳踏車上 孫昌帶領一行人沿著共僚骨道騎著 針對核四是否去認真意 馬總統要求各部會說實話 不要嚇唬人民充分溝通再做決定 但孫昌還是要求馬總統立刻表態 馬總統不要在態度模擬兩可 面對國人說清楚 下定決心 讓我們能夠放心 馬總統邀請黨籍立委討論核案問題 民進黨也選在這個關鍵時刻強烈表態 除了為即將到來的立法院新會期備戰 也宣示自己的堅定反核立場 有電TV陳明燕林一雲 新北市報導